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獨木推薦書 我是沃甫 在出版業工作 因共認識的人 大部分都具有出版的專業 但是其中有一些狠角色 他們除了出版之外 還有其他技能 所以一段時間沒有聯絡之後 他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領域的達人 像我們今天是請來的來賓 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主編 現在就變成廣播主持人 我們歡迎吳家衡 家人好 沃甫好 大家好 日視家衡的時候 家衡還是編輯 所以我們還是從這邊聊起 就是對家衡來說 有哪個是影響力比較深的作家 對這個問題其實本身 他有一個陷阱 不過我還是踏進去 如果我這樣問的話 我想到的是德國作家賀曼賀賽 那接觸到賀賽 我覺得跟很多人一樣 都是透過智文的新潮文庫 那時候我在新竹念高中 那因為住校的關係 所以每天都會出來覓食 然後在新竹高中附近的學府路上 有一個學府書院 他新開沒有多久 然後他老闆是蘇智鴻先生 那現在他都還在青大的水墓書院 那時候就是誤打誤撞接觸到賀賽作品 會覺得說怎麼有這樣的一個作品 好像把我們那個時候 十五六歲高中年 這個年紀裡面 心裡面的那種敏感不安 面對這個世界的一種困惑 我覺得講得那麼清楚 那完全去忽略掉 他是一個德國人 他跟我們有這麼大的時間 空間的這些距離 但那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這個書跟我們非常接近 雖然後來 他是1960年去世 那麼在2012年 他去世50周年 那時候我看到一個封面 是德國的民進雜誌 他上面就把賀賽一個 非常著名的照片 改成用手繪 而且把原來照片的一隻手 把它改成筆中紙 然後底下寫一個麻煩製造者 我覺得這個定位下得太好 因為他真的就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他在心中所投注 他表面上是一個文學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他在心中所投注 對這個世界的一種挑戰 我覺得甚至跟後來 跟台灣整個來講民主化 這是當時的執政者不會想到 賀賽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友太的作家這樣 我覺得青少年時期 讀的東西會對後來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以現在的狀況回去看 家寒會比較推薦賀賽哪一部作品 但我覺得賀賽第一個寫的小說很多 第二個他的小說之間 很多都具有某種共通性 但如果要說的話 我覺得可能徬徨少年時 還是他最有名也最廣備閱讀的 然後我覺得車輪下也是一個 講述一個少年時期的這個故事 那我覺得也蠻推薦的 雖然我可能有點貪心 會想到他的荒野之狼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念這樣的一個 書中主角不是少年人 而是一個中年人 其實充滿了好奇 那現在我也來到荒野之狼裡面 那個主角那個年紀 我覺得好像自己某種程度上面 也有一點點變成那個樣子 就還是跟這個世界有點覺得很不習慣 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那家寒在當編輯的時候 編過也選過不少書 那最喜歡的作家是哪一位 這又是一個有陷阱的題目 但是還是踏進去 那如果要講的話我會講石景謙 那我想很多人 他都可以體會到石景謙的一種魅力 那他魅力就在於說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歷史 是因為覺得歷史很多東西要背 很枯燥 但是石景謙講的歷史是充滿了感情 其實即使現在我提到石景謙 我腦子裡面還會想到他書中很多的片段 包括他寫太平天國裡面那種被擊敗的 這個的一種憤怒 或者是這個常盛軍的戈登 他被感覺到被蜻蜓欺騙的時候 那種心中的憤慨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不簡單的 那甚至當然也會讓我做一個譯者 願意去挑燈夜戰 我還記得那時候翻譯他的 這個Tristan by Book也就是講雍正王朝 那一朝的大一絕迷路這個故事 那這樣的事情我們在歷史科目上都讀到 但是他把這整個來龍去脈來陳述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要找大量的 包括宮中的奏折來看 晚上來看那個奏折 就感覺好像在演那唐國強的雍正王朝一樣 那如果請佳衡介紹一本 史景前的入門書給讀者 你會介紹哪一本 入門書如果大家不嫌厚的話 我覺得當然還是從他追尋 現在中國來選起 這個在美國是大學的歷史用書 但在這本書裡面它跨越了400年 從明末一直寫到了20世紀 當然我覺得在史景前的很多的書籍裡面 也都慢慢碰觸到包括18、19世紀的 中、西之間的交往 但是以這本來講 我覺得它的涵蓋面還是最廣的 但如果大家覺得對後的書會敏感的話 就選一些薄的書 我想在這邊 不管是他的婦人王氏之死 或者《前朝夢義》 或者剛剛提到的《雍正王朝》的 這個大於絕迷的書 其實都是滿好的 我知道佳衡對音樂跟歷史都有些研究 那會想要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書嗎 其實目前就是在臉書在那邊亂寫 但是你說寫書其實 慢慢也會有這樣的念頭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力量的拉扯 就是你說很有研究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是談不上 我覺得就是有些接觸 然後對一點皮毛有些認識而已 那當然這就會讓自己不敢下筆 可是另外一方面好像也覺得 如果把一些東西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或許也是不錯的事情 但這種東西都是要有內力跟外力的各種因素 來決定它最後發展的方向 就一般來說出書這種事需要有人幫忙 就是就像有編輯去幫忙作者一樣 就有人帶一下或者拖一下 你就會發現自己會做到一些 自己本來以為做不到的事情 那不只創作這樣子 其他方面也是這樣子 我知道佳衡去雲門教室上課 有沒有什麼這方面的感想 其實感想滿多的 但第一個是我的小孩從小就 有讓他們在雲門教室跳舞 那家長在那個時候就是在外面看 那看久了其實內心多少會動念 但是一方面也不敢跳 因為如果說你覺得小孩這件跳不好 他可能覺得那不然你來跳 那你來跳你就馬上就露餡 就是很難看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像Wolf說 都需要有一些內外在的那個因素 那後來雲門開始開熟年的課程 可是我那時候還是沒有動 一方面心裡面覺得果足不前 然後二方面工作或各方面也比較忙 那後來最近是因為這一兩年 看到雲門的舞者周章麗老師開課 那章麗老師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舞者 他開課當然就是覺得機會難得 然後就去報名 在雲門教室裡面上 雖然他不是以培養專業舞者為目標 但是通常是陰盛陽衰 而且男生非常非常少 所以男生在這小孩子的班上 都會被戲稱是王子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去上雲門的那個課 張雲老師說 來我們王子先跳 我說不不不 我這個不是王子 可能查理王子差不多了 就是已經年紀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在那邊就是 就是也很好的一點是 讓自己齒度降低 我說齒是那羞恥的齒 因為大家其實會覺得 我動起來很難看 其實第一個 我們不是專業舞者 基本上動起來都不好看 然後第二個 其實每個人管自己都管來不及了 根本不會去注意別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就是 去跳我覺得就是放開 放開心胸 然後老師叫你做什麼 你就跟著做 那旺季也沒有關係 因為老師通常會讓你 一做再做 甚至這一堂課下堂課都要重複 所以我還滿享受在 那個課堂裡面的 這一小時多的時光 這幾年雲門開了不少熟年的課程 雲門很強調的就是 身體是一本書 所以我覺得這跟我們閱讀 所以我做一個編輯去上課 我心裡就安了一半 因為覺得閱讀我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應付這樣 那現在就是從子本書 變成閱讀身體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老師也非常著重在 身體的自覺 那其實雲門他滿強調 你去著重在自己的呼吸之間 你身體各方面的細微變化 或者是你外在的自己的動作 怎麼樣跟內在的某些意念會去相應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事情 但也是滿享受的 但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提到雲門 像有些 你現在去雲門跳舞 馬上就會 腦子中就已經快轉了 你知道就是說 你去雲門跳舞 你是不是要變舞者 你是不是要上台表演 我覺得都沒有那麼嚴重 那剛剛佳寒提到這個 就是使用身體 又有些什麼身體覺察 我閱讀身體的這個過程 那你有什麼書可以推薦嗎 就是相關的書 其實雲門的教師裡面 就有放一些書 包括雲門教師自己本身相關 或者推薦這方面 那我自己會覺得 大概每個老師的風格都不一樣 那像周上玲老師你知道 他水月他也是主要的舞者 行草也是主要舞者 他其實很跟中國那一套是相接的 所以對我來講 尤其他特別上課就是會強調 讓我們要放鬆放慢放空 所以在這狀況底下 我覺得反而去讀像聖言法師的 師父的這個著作 或者說禪宗那些東西 我覺得跟那個頻率對我來講 還更相合的 我覺得在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身體之後 對很多事情的思考跟觀察 都會變得更多元 跟以前更不一樣 不過在讓佳函回去閱讀身體之前 我先麻煩他做一件事 好 請大家關注這一期的讀月刊 有更多關於雲門教師的報導 除了買書看書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讀莫的頻道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拜拜 拜拜